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神我们通过灵修来默想神的话语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这个灵修 通过神的话语来查看我们自己 看到我们自己 是真面貌 然后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自己 能够学向耶稣基督 愿今天又有这样的回转的调整的祝福 与你我一起同在 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吉斯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 这个人速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挡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 极力地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 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刚才我们听了 今天的经文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 祷告的时候 犹大带着人来抓耶稣 犹大和耶稣亲嘴 以此为信号 把耶稣交给了圣殿护卫军 圣殿护卫军把耶稣抓起来 然后把他带到了大祭司 的院子里面 开始在那里面进行了 长长一夜的 对耶稣的折磨和审判 那么当耶稣被抓的时候 曾经来海誓三盟的 跟随耶稣的这些使徒们 却都怎么样逃跑了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有一个使徒没有逃跑 他跟着耶稣 一起来到了大祭司的院里面 这个人就是彼得 五十四节这样说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默想的时候 这彼得远远地跟着 这句话非常深深地刺透我 看着这个彼得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跟着 紧紧地跟随耶稣的彼得 形影不离的彼得 并且还是有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冲在前面的彼得 但这个时候 耶稣受了难 被捆绑起来 彼得却因为恐惧 害怕 远远地跟着耶稣的样子 什么都做不了的 其实彼得他蛮有勇气的 当他们来做耶稣的时候 彼得拿起刀来想要保护耶稣 耶稣却制止了他 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怎么样 远远地跟随耶稣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在这里 看到彼得这个样子的时候 想象那个场面的时候 好像就是看着我们自己一样 有的时候 是否我们也是这样 无可奈何的 因为软弱 因为恐惧 因为害怕 只能远远地怎么样 跟着耶稣 远远地跟着耶稣 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彼得 他不仅远远地跟着耶稣 彼得也像耶稣所预言的 三次怎么样 否认了耶稣 我们看第一次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下 然后彼得也坐在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 有一个死女 她说什么呀 这个人述来 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说 女子 我不认得她 其实这个时候 彼得里面不仅充满了矛盾 她也充满了恐惧 你看这个女的 一个死女 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死女 她说彼得和她一伙的 但是彼得却说什么 我不认识她 当时彼得这个心情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我不认识她 否认耶稣的时候 彼得的那个勇气 都跑哪里去了 彼得的那 真的想要保护耶稣的 大使徒的这个能力 都跑哪里去了 在一个小小的死女面前说 我不认识她 这就是我们自己呢 我不认识她 软弱的 充满恐惧的 害怕的 彼得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彼得不仅这样一次否认 第二次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她 你也是他们一挡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他说我不是 彼得再一次否认 然后第三次 约过了一个小时 又有一个人 极力的说 他实在是同那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彼得又一次很强烈的 马太福音里面说 咒识的说 我不认识她 下咒识发誓的说 我不认识她 我真的不认识她 其实今天早上 我们通过这个灵修 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 多么软弱的 不足的我们自己 其实真的想蒙恩 真的想要通过灵修来遇见耶稣 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自己 让我们看到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不是三次 而是常常否认耶稣的我们自己 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以后 就像耶稣的预言一样说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 这个时候彼得想到了耶稣的话 鸡叫以先 你会三次否认我 那么也正在这个时候 六十一节说 主转过身来 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主鸡叫了 主回过头来看了彼得 这个彼得的眼睛和耶稣的眼睛相对了 这个时候 我们要想象 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在这里面我们看彼得以前 我们先看耶稣 如果是你如此的否认你 你会怎么办 甚至在你已经警告的前提下 他否认你的时候会怎么办 我们看耶稣 只是回过头来 看了一下彼得 耶稣的眼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神呢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的 愤怒的眼神呢 还是充满慈爱的 饶恕的 怜悯的眼神呢 我们不难想象出 耶稣应该是那充满慈爱的 爸爸一样的 饶恕的 怜悯的眼神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主耶稣 因为他的这样的连续 怜悯 他能够为我们死在死下上 每当我们软弱 跌倒 犯罪的时候 耶稣就会用这样的怜悯的眼光 主转过身来 看彼得一样 来看我们 这也是我们能够回到耶稣面前的一个能力 因为他没有强烈的指责我们 甚至耶稣复活以后 来到加利利岸边 也没有对彼得说什么 而是给他们烤了鱼 然后给他们吃 然后耶稣也是三次 我们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而没有斥责他们 这就是耶稣 他完全饶恕我们 完全包容我们 完全的怎么样 接纳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不足 他知道我们 是一个这样的 不配的一个这样的罪人 所以他才为我们死在世 所以我们也需要怎么样 耶稣基督 那么在这样的爱面前 我们要怎么样做 那彼得想起来 今日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然后六十二节说 他就出去痛哭了 在这里面 我们要分清楚两点 一个是后悔和悔改 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彼得他出去 和耶稣的眼神相对以后 出去痛哭 并且我们从后面的内容来看的时候 彼得首先他后悔了 非常强烈地后悔 自己的否认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对不起耶稣 但是他不仅只是停留在这后悔里面 他更向前迈了一步 就是悔改在主的面前 看清了自己 也看到了真正的耶稣基督 所以彼得在这里面悔改 那么我们又看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谁 犹大 所以犹大看到 真的耶稣没有罪的时候 犹大他也后悔了 但是他没有悔改 而是自杀了 这是悔改和后悔的差异 悔改是我们后悔 看到我们自己 真的看清我们自己以后 来到能够重新回转到主的面前 这是悔改 但是只是后悔结束了 那么那个结局就是犹大的结局 我们在耶稣的这完全的包容 饶恕 爱面前 我们要做的就是悔改 悔转就得生命 悔改就得生命 要完全地要来降伏在怎么样 耶稣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 也祝愿我们今天早上 灵修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够从今天的灵修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 否认耶稣的彼得 否认耶稣的我 然后看到那否认耶稣的时候 回转过来看彼得的那位耶稣基督 我们要遇见他 祝愿你今天遇见他 然后那痛哭的彼得 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痛哭 痛悔 悔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愿主的祝福与大家一起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真的今天让我们通过彼得 来看到我们自己 求主你亲自做工 除去我们眼中所有的心灵的 所有的这样的拦阻 看清我们自己的罪性 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看到那无限原谅我们 无限包容我们的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完全地回转在你的面前 悔改在你的面前 回到你的面前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